台北市长柯文哲的民调直直落 在刚刚出炉的六都市长施政满意度当中排行跌到最后一名 让多次掉车位的老同学新北市长朱立伦的名次稍微往前推进了一些 而前市长郝龙斌也抓住机会大酸柯文哲施政失败 操作机器人和小朋友一同起舞 新北市长朱立伦清明廉价没休息 拉着市民欢庆儿童节 都跳妖怪了 怎么发起来 镜头前刻意强调对十下儿童风靡的偶像妖怪手表撩落之掌 总统败选后曾经好久好久曾经的政坛巨星 朱立伦现在抓紧眉光灯卖力铺陈 最近出炉的六都市长施政满意度一到四名 全被民进党级市长包办 不过从连转新北市长以来 多数敬佩莫座的朱立伦终于打败柯文哲不再掉车位 其实我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 我觉得施政的工作各种的调查都有 但是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民调意外多了个垫背 朱立伦话讲得客客气气 不过台北市前市长郝龙斌和柯文哲 总是针锋相对 这次终于带到机会 说了很多都没有做到 而且他的执行力 现在经过市民一个检验 发觉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好 当一个领导者觉得他比所有人都聪明的时候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前朝炮火猛烈不遗余力 郝龙斌还正极喊话 希望柯文哲施政不要再出包 苦乐台北市民 听起来市民没特别怀念郝龙斌 但对柯文哲也的确不再有当初的包容 一份全国六都市长满意度排行榜公开 在儿童节这天 朱市长特别安排亲子活动 卖力搏版面 反而过去席卷媒体 横扫全台的柯市长 似乎选择身影避风头 有点TV综合报道